好 這裡在第三個交易日 我們沒有等到好消息 昨天晚上因為美股的四大指數 都是下跌的 今天的台股看起來壓力也比較大一點點 不過我們有強調 今天盤面上很多的熱門題材股 是一個百花齊放的狀況 例如CPO有光盛 智邦也是創新高 銅箔基板PCB有台光電在往上創高 所以可見的火種沒有滅 火種沒有滅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來判斷了 到底現在大盤會往哪裡走 如果往下走 我們要適度的來接好股票 還有就是我們現在政府的態度是如何 有沒有要把這個盤給互助呢 如果互會互哪一些的類股 也很值得留意 好這就要請教這一段三位來賓囉 第一位是股市施工永年老師 好在上一段裡面我們已經提到了 施工難得哦 今天大跌的情況下 他卻格外的有信心 等一下會再度的跟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大盤真的往下跌破了月季線 他反而會站在買方的理由是什麼 等一下施工會跟大家做一個全面性的解讀 另外因為現在聯發科的形態算是非常漂亮 大家不要忘記台股的IC設計是一個大族群 適合做夢也適合作帳 在明年的展望也都不錯 所以施工今天會就IC設計族群 幫大家找出好股票哦 好第二位是我們國家級基金的操盤手黃豐凱凱凱哥 好早上就來請教凱哥了 說我們現在不管看產業 因為凱哥看產業很厲害 我們要看的是政府資金的態度 外資資金的流向哦 我們還是希望在耶誕前的長假前外資可以回頭哦 所以等一下凱哥會告訴你 外資會不會回頭 政府會不會互盤投信要不要作帳 凱哥有全盤的了解哦 但另外凱哥今天帶來了新武器也是輝達的新武器 他跟台灣的老AI顯卡 以及一些你想不到的中小型電子股有關 等下來聽聽看凱哥的分享哦 好第三位是我們的晉級風火輪艾倫 好艾倫剪了一個清爽的頭髮 好今天的中小型股也都很有表現哦 等一下艾倫就要來講了 像細光子光環開完法說 變成法會往下跌 可是光盛就很厲害 今天突破600元大關漲停板創歷史新高 CPU還有沒有可以抓起漲的呢 另外台光電的啟示錄 從低檔就告訴大家業績很好 果然形態變得非常強也算高 今天艾倫也會從PCB族群 幫你找出技術現行教學的起漲股哦 好首先有請永年老師 好台積電好月營收 剛剛有講了嗎 對 越減就越減嘛 好市場為什麼會這麼的沒有信心 等一下再來給我們添一點信心 好的 另外發哥厲害了 終於突破它那個大區間了 好那因為它是一個IC設計的代表 其實節目也有講在前面 其實現在IC設計也有百花齊放的味道 對沒有錯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美國的科技股呢 其實在禮拜五 在昨天晚上真的是表現是比較辛苦一點 那這個回答呢說因為煩這個壟斷調查 好壟斷 好壟斷 這個龍不會斷 好壟斷應該是土吧 對 高高國字不會寫了 OK好沒有關係 這字不重要 好重要的是它跌了 OK好那其實我們在上班已經講過了 其實這個煩壟斷調查對它來講 真的沒有什麼殺傷力 那麼台積電ADR來講的話 那它真的是這個昨天晚上真的跌的比較深一點 那所以呢按照它這個 我們現貨的這個價格呢 通常是這個ADR的價格的漲跌幅的一半 那今天呢剛好就跌了一半 現貨指數現貨價格剛好跌了一半 那Google呢 它這個它就厲害了 因為呢像是馬斯克看到這條消息了之後 它的反應是Wow 在它的臉上 在它那個上面講 Wow IG上面寫 OK 這意思就很厲害 多厲害呢 因為它這個量子的晶片 這個量子電腦 它的運算可以在五分鐘之內完成傳統電腦 而且是超級電腦 傳統超級電腦 花十億年才能解出的問題 請問十億年我要什麼概念想 十億年 就是十億光年 光年更那個 你想說就是我們用光速呢 要十億年才能橫跨這個銀河系 它就是要用這個速度 OK那五分鐘之內就完成了 OK好 那可是呢 我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大家也不要太高興的太早 因為它只在實驗室裡面可以完成 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才能完成 如果要拿出來這個正常的情況 它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所以現在是前進了一步 那麼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F4裡面呢 今天的表現呢 就是聯發科 表現得算是最強勢了 它還能守住平盤 沒有漲跌就是最厲害的了 是 對沒有 因為它已經跌了 今天跌了兩百多點了 所以它這個沒有跌就算厲害了 可是IC設計就厲害了 對不對 那麼這裡面當然有IP了 這兩個是IP IP跟IC設計呢 今天的表現是最強勢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今天要講到IC設計跟IP呢 因為呢 他們是這個電子業的最頂端 他們是最上層的 那最上層的 通常他們在第四季都比較有表現 所以呢這一些的高價股先領軍上攻的話 對整個電子業是有很大的幫助 他們呢 因為他們算是龍頭 然後呢可以帶動龍升 那之前我們有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這個像是IP裡面的創意 那創意呢 我們在12月2號那一天介紹 然後呢 緩緩上去 是 它緩緩上去 那為什麼當時會講這個創意呢 其實有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呢 大家注意看 世新KY這台股票 它今年不是跌很慘 對 從4645跌到1805 好就跌了6成掉 跌了61% 61呢 可是呢 它用兩個月的時間 它從10月大概差不多10月8號左右 開始反彈 反彈到這個今天的盤中的高點呢 反彈了51% 是 那這麼貴的 這麼高價的股票能夠反彈51% 那我們所以我們就對於IC設計 跟這個IP股呢 我們是認為說這個產業應該可以值得重視的 那另外呢 這個6510的金冊呢 我們在11月11號的時候跟大家介紹 那到現在呢 而再繼續的創立很新高 不過呢 這些都是比較高價的股票 等一下我們再講一些比較親民的股票 好 OK 那麼以這個加權指數來講的話呢 今天呢 這個又來一個長黑 那它非常接近了這個季線 跟這個 跟月線 好 所以季線跟月線呢 是幾乎連結在一起 這跟長黑讓很多投資人今天信心是全無啊 是 大長黑 對 可是呢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講 我們從移動均線的理論來講的話 那事實上呢 這一根這個在上個禮拜五呢 雖然是收黑 可是呢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上個禮拜五收黑的那一天呢 月線跟季線還有呢 半年線 它形成了一個多頭排列 還包括了時日線跟這個月線 都形成一個多頭排列 唯一的遺憾是什麼 就是呢 五日線在上個禮拜五開始往下彎 是 開始往下彎 所以呢 這個短中長期的移動均線 沒有辦法一起形成多頭排列 這個變成一個遺憾 所以今天再跌下來呢 它有可能會把這些移動均線 稍微再做一個修正 再修正 可是呢 我覺得它會是一個假跌破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今天的跌的原因呢 除了美國股市跌的之外呢 還有台積電今天走勢也不強 然後再加上市場信心不足 那所以呢 造成今天的跌 那我們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明後天至少有一天 它會有個盤中反彈 那我認為明天的可能性 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呢 它要來守住這個季線跟這個月線 這個交叉點 它要守住這裡 所以呢 有可能明天早盤的時候呢 出現一個反彈 收盤再回來 再守住這個線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禮拜五 恐怕就會下來了 哈哈哈哈 是 就不能順心點嘛 可是 可是喔 如果它下灘的這個半年限 不管是跌破還是沒有跌破 都有可能會做假跌破 是 那最慢呢 下個禮拜的下半週 就有機會展開一個波段反彈 是 而且這個波段反彈 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強 好 這句話是給大家希望 是的 沒錯 不會再覺得人生很難 哈哈 不會 下週的下半週 不用等到十億年 是的 好 OK 好 那麼 最近很多投資朋友 都問我同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 紅海怎麼辦 紅海會怎樣 那最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它11月份的營收 年增率只有3.4% 月減率反而是有16.4% 這個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可是我要幫他講一下話 就是說 因為 大家為什麼會對它11月的營收失望 是因為大家想說 你第四季不是要開始出貨這個GP200這個機型了嗎 你的營收不是應該要暴增嗎 暴增 好像也不至於 我們 我們要再次跟大家講 它真正的出貨的時間是明年的第一季 我們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講是明年第一季 第四季是 四出貨 就是一個小量的出貨而已 所以大家也不要對它抱著這麼高的期望 因為你抱著期望太高了 然後失望越重 好 11月份開始的話 三大法人合計賣超27.7萬張 這個也是它下跌的一個原因 它現在跌破了這個半年線還有季線 那麼所以我們就要看 下個禮拜它有沒有機會反彈 或者是這個禮拜下半週有沒有機會反彈 好 那再過來我們就看聯發科了 好 發哥 那我剛剛講的 今天聯發科它今天表現非常強勢 是 那麼最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它上檔沒有套牢壓力 第二個它最近的利多不斷 那麼當然天璣9400開始出貨 而且出貨的市場需求非常的強勁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相傳 Apple Watch市場傳說 Apple Watch支援衛星傳輸 而且可能會用聯發科晶片來取代Intel 是 其實這個取代也沒什麼了不起 這是正常的事情 我們本來就給它取代 我在想說資源衛星傳輸可以做什麼 這個反正總而言之一句話 這個Apple Watch的晶片 有可能會用聯發科的 好 後面這句比較重要 對 沒錯 OK 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IC設計的通常呢 他們的本益比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其實呢 其實在一個如果一個大多頭行情裡面的話 IC設計的他們的這個 法人會給他們的這個 這個平等本來就比較高一些 可是呢 我們看一下聯發科現在它的 它現在本益比是多少 我們預估它今年的EPS大概是68塊了 所以它現在本益比還不到20倍 但是它的本益比才不到20倍 你說它會過高嗎 那我們按照一個公平的本益比來算的話 25倍的本益比是多少 1700塊 所以我們不妨把它的目標價可以定在1700塊 這一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OK 好 那麼 除了這個IC 除了這個聯發科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近呢 我們看到 不管是亞馬遜啊 不管是微軟啊 還有Google 他們都開始自行研發 自己要用的晶片了 那蘋果跟Meta以後也會跟上 那這一點來講的話 對於IC設計還有IP股來講 是很大的利多 所以我們把這些的個股呢 像IC設計跟IP的股票呢 都把它列上去了 好 那麼 我們看一下 在IC設計裡面的翼龍電 翼龍電呢 這是周線圖 周線圖它其實表現得非常的好 對啊 它算盤整向上 對 它盤整向上 那它所有的移動均線 是不是都糾結在一起了 然後它上個禮拜一根長紅 因為它有流上影線 所以這個禮拜呢 我們現在假設 它這個禮拜的收盤價 就收盤在今天這個位置 它就變成流下影線的 一個小黑十字線 然後成交量呢 一定會比上個禮拜要來的小 所以它反而變成 一個價穩量縮的走勢 那麼再下個禮拜呢 它如果再能拉出一根紅棒的話 哇 它一個多頭的格局就形成了 所以這支股票 在技術面上來講 對多頭是比較有利的 那以這個獲利啊 基本面上來講的話 我們要看呢 明年的這個MB的產銷量呢 應該會優於今年 而且呢 AIPC的觸控產品的價值提升 也會帶動整體的獲利的成長 再加上呢 籌碼面來看 10月份以來呢 投信買超1.5萬張 那外資上個禮拜開始翻多 買超了5390張 所以籌碼面也不會有問題 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立基 立基的周線圖呢 這邊非常的明顯 做一個WD 之前呢 他做了一個類似M頭的一個走勢 現在反過來做一個WD 做一個WD的時候 這一種呢 是最讓大家看不懂的一種技術形態 而且因為它還沒有什麼獲利 對 所以更加的無法從基本面去幫忙評估 所以大家會看不懂 本來基本面就已經很模糊了 現在呢 這個周線圖上來看 相對於這個之前的M頭 現在一個WD 夠不夠力 好 夠不夠 要問你啊 那個 問我這個年紀人不太好 你年輕人 年輕人 OK 好 那麼 他其實呢 我們就要看 第一個 他的時間 還有第二個 看他的成交量 那時間的長短其實也差不多 那他的這個 以這個 以這個量價配合度來講的話 那其實呢 這個WD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他已經做出一個 類似碗工底的一個 這個量能的形態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對於這個多頭是比較有利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他的技術面 最主要 這個基本面 最主要來講的話 是因為 現在他們在發展這個Wi-Fi 7 那Wi-Fi 7呢 他這個前端的模組 比Wi-Fi 6呢 要多出兩個 所以呢 產品的單價也相對於Wi-Fi 6 都是比較貴 提高兩倍 所以呢 他現在單 單台的產值呢 比Wi-Fi 6要多出2.5倍 這個是他的 基本面的利多 而且呢 他主要是要出現在明年 今年還看不出來 要出現在明年 所以這檔股票呢 我覺得 只要他量價不失控 量價不失控 這支股票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好 所以 比較戲劇性走勢的股票 對 沒有錯 這一檔就 再過來這支股票 很右下角 智元就 嗯 好 好 OK 好 那麼他是屬於IP股 對 那IP股呢 在之前我們也在12月初 介紹過這檔股票 最主要是因為呢 它一個底部的形態已經完成了 它現在唯一欠缺是什麼 成交量 它成交量呢 如果能夠出量 站上了這個 這個季線的話 那麼 它這個底部就成型了 是 而且 只要能夠站上季線 這一段其實並沒有什麼 大量套勞壓力 所以它反彈的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最主要的技術面來講的話 好像459塊半 跌到這些211塊 跌幅呢 百分之54 所以這支股票 在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 它應該有反彈的空間 好 其實ICG設計組織真的很多 幾十檔以上 對 沒錯 有很多搞不好 大家連聽都沒有聽過 不過今天時光講的 多半是有搭到熱門題材的 是的 然後也是知名的ICG設計 對的 沒錯 這邊非常謝謝勇年老師 謝謝